为了避免塞车造成困扰,春节行车的原定计划,初一凌晨3点由北部出发,预计6点左右抵达花莲县新城乡的北普亭车场,若是车况顺畅提早到,就先在车上稍事休息,而后坐在车内观赏6点34分32秒的七星潭日出美景,待休息完毕后再朝南出发,沿路吃喝玩乐到台东。 这个完美的计划在前几天印证过后,除了天后是无等无法左右的事情外,其余都还算是相当顺利,仅将当天的见闻分享出来,让大家日后得以参考利用。 清晨初抵北普停车场时还真是被吓了一跳,原先认为这种紧邻海边的停车场,应该不会有什么车停于此处才对,没想到萌萌细雨又低温的日子,停车场内竟然聚集了如此多的车辆。 由台北行车150公里奔赴花莲七星潭,原本满星期待在海面上见到2022虎年的第一道曙光,但一大清早眼前的天空布满了厚厚的云层,感觉似乎希望相当渺茫。 北普停车场上停了满满的车辆,面海的第一排停车阁当然是早就被停满了,此情此景实在是很难说服自己,现在竟然是大年初一的早上6点多。 吴元亭在面海的第一排停车阁,众人只好冒着寒风细雨登上临近的小山丘,带着雨伞穿着厚重大衣,彼此恭贺新年快乐,闲聊来年计划,准备迎接2022虎年的第一道曙光。 原本并不抱太大希望,大伙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彼此的闲聊上,突然有人大声尖叫日出了,没想到远方厚厚的云层下,竟然露出一颗恰似咸淡黄的橘色光芒。 镜头拉近些,可以看到火红的太阳已由海面升起,厚重的云层遮掩了大半颗太阳,下半部刚好趁着乌云与水平线的缝隙与我们打招呼。 昭告2022万事如意迎新年,如虎天翼望全年。 北浦停车场旁就有方便的水测设施,故而可以发现许多在此车博的乡行车,几乎均停于停车场的北测停车阁,不过北浦停车场也不算太大,就算是停到南测停车阁,不行走到公共厕所也不算远啦。 为了方便海边踏浪的民众,此地的公共厕所前还设置了简单的冲角池, 这等设施服务可不是任意景点都有的哦。 虽然日出美景景昙花一现,但依然满足地回车上吃早餐,准备后续的行程。 海面上的乌云渐渐散去,天空逐渐露出蓝天白云,这趟春节的花冬小旅行应该是来对了。 此地的水测隐藏于装饰墙面之后,不像某些景区的厕所直接大列列出来见人,可见此地的设施是经过适当的规划造景, 纵然是春节这种年节期间,厕所里面依然还是保持着相当干净的状态。 台湾有许多停车场的相关设施不尽人意,总是有硬体但缺乏人为管理, 北浦停车场的水测无需入内记录, 光看停车场旁这一大片整理得漂漂亮亮的草地, 即可知道此地的完善管理了。 北浦停车场隔着一道墙紧邻花莲航空站的跑道尾端, 中间相隔着北起花莲县新城乡三站,南至花莲县玉里镇新名的县道193号, 这条全长110.920公里的县道,为目前台湾最长的县道, 且为唯一全县均位于花莲县境内的南北县县道。 公共测所前的两旁均化设停车阁, 当然意味众家必争之地, 但正前方连接人行不到的斜坡位残障坡道, 绝对禁止随意停车或临停。 花莲县南北长约137.5公里, 台东县海岸县更长达176公里, 倘若由北部到花东旅行时, 位于花莲北段锦铃七星潭的北浦停车场, 刚好位于路程的三分之一处, 24小时水测方便, 蛮适合作为旅程的休息博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